究竟是怎样一位反派 他不仅逼得平成三杰现身 还制造出了黑暗格力桥 面对数量庞大的贝利亚帝国军 泽塔不再留守 只见他轻打响指 下一秒 伽玛幻象应声而出 平成三杰的影像 跨越次元前来驻战 迪迦一马当先 凭借强有力的体数 迅速压低了敌方血线 接着一记在佩利敖光线 轻松秒杀了一众杂兵 戴拿掏出光轮 闲停性不坚 便将眼前的敌人全部打残 随后一个翻滚 在躲开偷袭的同时 祭出了索尔杰特光线 盖亚的战斗最为直接 左手一记量子流线 右手一发光子冰刃 众多杂兵便灰飞烟灭 看着前辈如此生猛 其余奥特战士也不甘示弱 纷纷拿出了看家绝活 片刻后 贝利亚残党被全部歼灭 K76行星上 三奥强强联手 对赛罗尽情爱的毒打 其中最为卖力的 当属赛罗的老爹 赛文打到兴起 他甚至还掏出了头标 赛罗被打得苦不堪言 他心想 自己又不是雷欧 为什么老爹要下如此狠手 看着被干怕的赛罗 赛文一字一句 他告诉赛罗 想要打败塔尔塔罗斯 就必须要像野兽一样 舍弃所有的技巧和感情 依靠身体的本能 去进行战斗 赛罗眼神复杂 那些曾并肩作战的伙伴 那些封存在心中的重要回忆 如果要忘记才能变强 那他宁愿一生平庸 同一时间 为了收集恶魔碎片 光之国的男女老少 祖团来到了怪兽牧场 然而 面前的敌人 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除了古阿帝国的君主 吉娜之外 小金人竟也闻训而来 他让雷伯特斯缠住三奥 自己则将格力桥擒获 随后 百特星人迅速上前 不断地剥夺格力桥的光之能量 伴随着格力桥的哀嚎 黑暗格力桥现世